王妃 怎么样 你们进来去无量伤口消毒 她身上的伤口太多了 我一个人弄的话 可能耗时比较久 越朦胧和越无伤 对视一眼 好家伙 这王妃难道还会魔术 能徒手变出来东西不成 刚刚她来时 明明就是两袖清风 两手空空 可是这桌上的东西 拿麻袋才能装完吧 这就有意思了 两人一度怀疑 她是仙女下凡 这些一袋一袋的是生理盐水 等一下拿个盆过来 剪开 将无量身上的伤口 全部都认真清洗一遍 不然容易感染 生理盐水 这玩意儿 嗯 这个东西是经过杀菌消毒的 是一个好东西 你们照做就是了 它呢 就叫做生理盐水 将无量的全身 全部都清洗一遍 小心一下 我暂时回避一下 清洗好了 你们再出来喊我 出了屋外 娇兰若身的是懒腰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她可真的是乏了 高手 无量怎么样了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娇兰若知道 她是月朦胧的心腹 也就据实已告了 这位仪式高手 在下月刹门排名第二杀手 月无痕 有幸见识到高手的神器 真是膜拜不已 高手能不能将那神器 让彼人再观摩一番 如风和飞影 听到这个傻大哥的要求 邓时傻眼了 这 这 这个傻大哥 虽然你厉害 你是月刹门二把手 但是也不能一上来 就提这样的要求吧 王妃那那么厉害的玩意 他们家王爷都还没有摸过呢 这家伙 没眼力见 小兰若倒也坦荡 所有这炸药和枪 已经问世 看一眼也没什么 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小兰若直接从怀里掏出手枪 不过将子弹卸下来了 然后丢给月无痕 看着那把枪 就像看着什么 旷石珍宝 是了 就是这东西 而如风和飞影 眼睛都看直了 这 这王妃也退大方了吧 我们也想看看 看吧 好好看看 看你们能读出什么结论来 月无痕 如风和飞影三人 则是聚在一起 双眼放光的 看着小兰若战斗时 可以杀人于无形的东西 小兰若看着他们震惊的模样 暗暗好笑 这只是手枪 都是将那狙击枪拿出来 这些人还不得惊掉下巴吗 王妃 清洗好了 小兰若顶紧头 示意他们一起进去 我给他挂点滴消炎 以免感染发烧就麻烦了 丫头 你说的挂点滴又是什么意思 丫头 你真是从小生活在这龙孝国 为何你说的这些东西 本门主从未听过 呃 偶得 遭人指点 这挂点滴与吃药功效是一样的 只不过比吃药间消快 通过静脉注射 使药物尽快生效 啊 这个静脉 是我们的血脉的一种 有静脉和动脉之分 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了 先救人要解 三人看着萧兰若 拿着一个尖尖的针孔 到月无量手上 然后 有一个架子 掉着一瓶东西 那东西里面的药水 顺着一根细管子 慢慢往无量手上流去 月朦胧和月无伤 面面相去 震惊地无以复加 若是没有萧兰若 月无量 必死无疑 他中了奇毒 彼岸之毒 此毒 你们可听说过 什么 彼岸之毒 这傅君也 真是好大的胆子 我明明已经答应他的要求 他居然还敢这么折磨无量 若丫头你不去 那么无量是不是 就被他打死了 居然还被吓了彼岸之毒 妄图控制我月刹门 看来这傅君也丧心命狂啊 对一个孩子也能下得了 那么狠的手 就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死在那场爆炸之中 他也是聪明 看出这手枪的门道 并一直躲在那个门中之后 妨碍了我的射击 他培养的杀手 被炸死了好多的 也算是不需此行了 这傅君也还不知道 在暗地里 培植了多少的势力 那这彼岸之毒 可以解吗 传说这是可以和 震离之毒相媲美的一种毒药 必定也很棘手吧 想当初 本王的震离之毒 便寻名医 也别无他法 差点就要病入膏肓 还好有王妃出手相救 不然 现在本王必定一命呜呼了 有我在 每天给他施针解毒 再辅助于解毒单 应该可以 这彼岸之毒 暂且也试试吧 萧兰若替他施针 然后给了月蒙龙他们 一些解毒王 和退烧药片 月蒙龙和月无伤 看着那圆圆的小片药片 又是震惊一番 交代好他们的注意事项 便打算 与傅君玉 回御王府 毕竟明天还要进宫 看望五皇子傅君然